每日最新关键是城市向前行 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三了 8月19号 Good morning 我是Brian一斌 没错 今天一定可以过得比昨天更好 你在收听还有收看的是古镜早班 城市向前行 早安你好 我是小芬 在过去的一天 我国新冠肺炎的新增的确诊病例 重新又回到个位数了 那昨天新增了7宗 那其中的这个3宗呢 是本土的传染病例 累计的确诊病例 全国已经是看到有9219宗了 我国昨天也共有26宗康复出院的病例 累计康复出院的病例是高达8902宗 占这个总病例的96.6% 另外呢 我国昨天也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 所以这个死亡病例呢 依然是维持在全国是125宗 那沙拉月方面 昨天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 同时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染群终结 累计的确诊病例呢 维持在682宗 活跃的感染群依旧是有7个的 与此同时呢 昨天也有一名在沙拉月中央医院 接受治疗的患者康复出院了 使到累计出院的人数呢 达到660人 康复率是有96.77% 截至目前 还有三个人在医院的隔离病房留医 死亡的病例呢 在沙拉月这里是维持在19宗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国防部长 伊斯迈 伊斯迈沙比里 他也提醒说 有一些州政府推出 没有经过国家安全理事会 以及卫生部批准的一些条规 是可以被当作是无效的 甚至可以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他表示说 有几个州属是自行决定取消 特定商业活动 以及社交活动 比如像禁止理法店的这个开始营业啦 还有关闭这个儿童的游乐场 自行封锁好几个村庄 或者是不允许医疗旅游 那这些都是没有遵照我们 州联邦 应该说是马来西亚的 这个联邦政府的同意 还有决定的 那他预请呢 州政府一定要合作 根据部长级 还有特别委员会的 这个会议的决定 否则有关的条规 可以被视为无效 甚至是可以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那他也说呢 州政府 有一些州政府是担心啦 州内疫情扩散 那么就自行来制定这些新的条规 但是为了不让民众感到混淆 州政府呢 只能够以卫生部在三四二法令下 所颁布的为准 没错 那伊斯麦沙比里 昨天在记者会上呢 针对一些州属 一些州政府推出 没有经过国家安全理事会 以及这个卫生部批准的条规 就这么说了以上的这段话 当然他也再次的强调 州政府在没有经过国家安全理事会 还有卫生部所落实的条例呢 其实这些所谓的条规是不会生效的 就好比警方 他们只是依据这个权力来源形式 而卫生部以及三四二法令的权力来源呢 是属于联邦政府 也因此 州政府擅自定下这个条例呢 会被视为在挑战法庭的 不过他可以理解 州政府担心各州属的 这个疫情的情况 因此呢 州政府能通过申请 然后得到批准之后呢 才执行想要落实的条规 那么至于被问到 关于政府将会如何面对 新冠病毒的这个疫变 这个病变呢 医师麦萨比里就说 根据之前所实行的 强化行动管制令来看呢 已经证明了 这个立刻对疫情感染区 或者是这个新的感染群 进行封锁之后呢 针对相关人士来进行 全体的这个筛检的工作 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发生了任何的这个病变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就都已经ready了 都准备好了来应对这个病变的 我相信全国的民众都希望说 无论是州属还是联邦那里 只要制定有颁布落实一些 新的措施或者政策的话 希望能够统一啦 那民众就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混淆 因为每次联邦公布了新的这个措施之后 可能沙拉月这里的朋友就会问说 那沙拉月有没有根啊这样子 那如果能够统一的话是最好 那等一下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要来关心这个内陆学校 升级拨款的这个消息